现在早上五点多钟 还不到六点钟 温度感觉应该在一 两到三度吧 还有几天就要除夕了 现在去集市上置办点年货 就是村里面同一会有一个车 开到正上去 现在去搭车 六点四十五到正上了 应该花了四十多分钟吧 先去吃个早餐 有些人就开始来摆摊了 这是什么东西 是米粉吧 给咬包怎么这么 一块钱一个 吃完早餐七点钟了 这就是集市的路口 终于天定了 太冷了 早上开始烤火了 猪肉 哇 这是什么猪啊 野猪啊 这么小 可以咬去啊 嗯 哈哈 咬我的天 摸 看一口看一口 摸这么啊 我的天啊 啊 无锡啊 咬不怪 咬去不是黑的啊 哈哈哈哈 好好 野猪 五十块钱一斤 这边是年货 瓜子 瓜子 十八 货靠 比深圳还贵啊 我记得要个原味的瓜子才九十块钱一斤啊 干货 红枣桂圆 哇 这好小一个啊 茶叶还是啥 这是一些炖汤的 桂皮 配料 辣椒粉 水果 没有标价格 这是羊排 鞋子啊 糖果 水果 买两个包子吃 要摸不啥 要不 糖果 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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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的 红的 妈的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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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鱼 鱼 这是刷锅的 这是刷锅的 好冷啊看到没有我现在找不到我爸了 啊 找不到人了 今天上集市来采购一部分年货买点东西过年吃 这是牛牛肉 来的有点早 好人不是很多 等过一会 估计这里就塞满了 这里面卖衣服的 袜子 包包衣服 这里面卖和一点 哇这里面 这里面 买东西都没有标价格 哈哈 都没有价格 豆腐 这是什么香干 都没有价格啊 我都不好对比 这里的东西到底是比深圳的贵还是便宜啊 得问了才知道 这应该是那种冰凳的羊排之类的 对吧 这里是卖猪肉的 鸭子 鸭子 鸭 这是那个 点庸吧 哇 狗 狗肉 羊肉 这是狗肉吧 你看 真的有人吃狗肉啊 我都没吃过狗肉 鱼 草鱼 典庸 这些市场跟香港台湾的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羊 狗 这是狗啊 鸭子 这是狗 最冷的 不是狗 这是狗肉 因为狗肉 是狗肉 我cribed 不是狗肉 很前来 不照光 是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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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有鸟鸭吧 卤菜 米粉 卤的豬耳朵 老年人居多 米粉 盐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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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盐盐 盐盐盐盐盐盐 灯筍 加油 哭不聊了 鸡爪冰凍的 你看 今天趕急买的东西 太冷了 太冷了 哇 实在太冷了 丢鼻涕了 现在八点半已经买的东西 终于回村里面了 刚刚有一个 伯伯还是叫爷爷来了 他说他儿子在工地上 工资都没发的 有大半年都没发工资了 还在讨薪 没回来过年的 这边以前是 镇上的老龙帽市场 哇靠 哇靠 这上面还结冰的 太滑了 我不赶过去了 算了 不过去了 妈的 等下摔一张 就尴尬了 这里以前是我们镇上的老龙帽市场 就是赶急的话 就是来这里 这里现在废了 废了 因为这个里面之前赶急 导致这条国道上 每次都堵车赶急 所以 搬到那边去了 我靠 去那边看一下 这里已经变成了 废物 回收场所了 这里面以前也是一个 龙帽市场 这里就是镇上了 到镇上 说完粉的 哦 山上都冻住了 回村底了 其实我今天去赶急的主要任务 就是负责付款就行了 东西 买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我就不负责了 让我帮买吧 反正 我买的什么东西他都看不上 想说两句 今天是真的冷啊 今天我感觉是 是是是是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最冷最冷的一天 我点都冻得通红了 看一下地上的冰 哦 我知道 是这个树上的冰融化了 掉到地下来了 这几颗包菜 非常的漂亮啊 你看 包的挺好的 这种包菜肯定好吃 在我们村里面的情报中心烤一下火 有很多人聚在这里一起 吹牛逼烤烤火